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打一个新的手游游戏 叫做植物大战僵尸2 以前我打过1 今天从这个iPhone Store上发现有2 所以咱们下一下来试一下 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新游戏 出了很长时间了 我是今天刚发现 所以咱们试一下 我先摆一个向日葵 可能有打过这个游戏的朋友都知道 它这就是种豌豆 然后打僵尸这么一个游戏 内容非常简单 但是区别性很强 咱们试一试 我看来个僵尸了 我看看我得赶紧摆一个炸弹过来 因为这个炸弹是定时炸弹 咱再摆一会儿 它才能够从这个地下冒出来 才能够爆炸 如果咱们摆太靠前的话 可能就被僵尸给吃掉了 咱们现在赶紧把向日葵摆上 来赚钱 现在还不适合摆饭豆 摆个饭豆吧 我也不知道下面从僵尸从哪出 所以咱就从上往下摆饭豆 僵尸从下面出了 那么咱们再摆一个饭豆 这个游戏就简单就简单在这 咱们就是赚钱 然后摆饭豆 然后打僵尸 炸弹爆炸了 好 咱们再摆一个饭豆 不好 上属第二行 我没有这个饭豆 所以我在这摆一个定时炸弹 因为没有饭豆的话 就没有人攻击僵尸 咱们只能靠炸弹了 第一局看是比较简单 我在下面咱继续摆双层碗豆 再加个向日葵 第一局可能简单一些 所以敌人出的比较慢 而且防守力也不是很强 咱们一个碗豆一行 应该就能够把这个僵尸都打掉 这出一个带着帽子的一个僵尸 这不是帽子 这应该是司机的开车的 那个叫什么标记是吧 好 咱们不怕他 我在每行都摆上一个碗豆 这样僵尸也过不来 大家请看 我这还摆了一个砖头 那么如果要砖头的话 僵尸就会拼命的吃砖头 他就会停止前进 这样咱们碗豆从后面射击它 就能够保卫住咱们的家 这过来一个顶着水桶的 不是水桶 这是铁桶的这么一个僵尸 他的防守力很强 咱们得先把他的帽子铁桶打掉 这个看来应该是第一局的boss了吧 他在吃我的土块 那就多吃点了 土块咱是很多 你只要吃咱就有 我看来这个应该是第一局的boss了 他的头已经破了吗 哦好的 这个游戏好像不是这个全年龄是吧 好像有一个岁数限制 好像不是吃了一个什么了 吃了一个钱啊 我收集钱呢 可以买新的装备 应该是啊 哦不是 还有最后一轮这个 重的攻击 好 那么咱们防守一下啊 咱们三个碗豆占一排 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那个僵尸真可怕 他举着一个人脑旗过来啊 太可怕了 不过没有问题 咱们三个碗豆 后面还有个炸弹呢 打他应该不成问题啊 OKOK 第一局守住了啊 这其实就是一种防守游戏 我得了个酒瓶了是吧 还挺辣的 上面有一个辣椒啊 好 看来三个第一局就算过去了啊 他说干的不错啊 这会儿咱就跳下去了 这会儿不看了 哦 他拿了一个汉堡包出来 啊 你吃吧 好 怎么这个游戏主角 看起来设计的那么粗鲁呢 哦 这个汽车可能是一些个装备吧 哦 这是什么 时间机器吗 哦 一个七色花瓣 哦 咱们来到了 好像是埃及金字塔的 这么一局啊 啊 果然是 是个金字塔 好 咱们再来啊 嗯 挺有意思 休闲于乐 咱们先摆向日葵 向日葵收太阳 然后呢 赚钱 天上呢 还掉太阳啊 真的是赚钱挺容易啊 不过可能是前几局啊 到后面可能是越来越难 不过没关系 我看啊 咱们接着摆太阳 哦 咱们现在可以摆碗豆了 来射击这个僵尸 咱们后两排啊 都摆这个向日葵 所以呢 咱们碗豆 从第三列开始摆啊 啊 他掉了只胳膊 他居然还能前进啊 咱们再来 哎呦 来了一个法老 我看啊 我得摆个炸弹了 他又把我的太阳吸走 真是够可恶的啊 好 咱能摆碗豆了 咱先摆在第一行啊 嗯 不着急 毕竟他 过来比较慢 而且我还有个定神炸弹呢 我把它炸了之后 咱们再摆碗豆 摆炸 摆这个向日葵啊 炸弹咱们先不摆了 好 又有一个小碗豆 摆在中间 现在咱们就是 第二行没有这个碗豆啊 咱们等这个法老 炸掉它之后 咱们再摆碗豆 咱先把每一行的向日葵 都给它摆上 哦 他又吸我的太阳 还好 我把它收掉了啊 这太阳一变红就要被吸走啊 你是我们的红太阳 是吧 红太阳这词挺有点老啊 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啊 好 我现在可以摆碗豆 同时在家向日葵了 OK 咱们的基本的防守阵星已经成立啊 然后我看看 这僵尸叫可是够可怕的啊 这是谁发明的僵尸这么叫 他听到过吗 但是这个游戏 我觉得挺休闲的一款游戏 怎么有年龄限制呢 居然不是全年龄的游戏 难道是十 十二岁以上吗 还是十五岁以上 不应该啊 这就是个很休闲的游戏吗 哦 可能因为这僵尸叫声太恐怖了 所以不适合于小孩子玩 也说不定啊 那咱们可以设计成不打僵尸吗 比如说打兔子什么的 打动物 不也可以吗 干嘛非要碗豆打僵尸呢 哦 要有中的一轮最后一轮攻击了啊 我看能不能守住啊 咱们赶紧往上加碗豆 其实这个武器啊 就是配合使用 碗豆是直线攻击 然后呢 咱可以配合定时炸弹 再加上这个砖块 挡住僵尸 也有一些个这战略色彩在里面 好 看来这应该能过去啊 没有问题了 看来前两句都是比较简单啊 可能到后面越来越难 因为我玩过是一代嘛 到后面真的是越来越难 而且还有这个这个水中的 还有这个烟雾都非常的难啊 不过现在来讲还是比较简单 我看这什么 得张地图是吧 我得张什么图啊 应该是让什么空间地图是吧 咱们看一下啊 第一局是金字塔 以后还有好多好多局呢 难度是两颗辣椒 好 那么咱们先来金字塔啊 难度它是以这个 不是以星是以这个辣椒啊 你赚了几颗辣椒的感觉 好 咱们打一下这第二局吧 刚刚咱们打的这个金字塔 是第一局 原来如此 这是什么 这汽车又开过来 他让我按这个树叶 哦 机枪扫射 原来如此 明白了 就是说咱们遇到敌人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进行机枪扫射 实在是这样 这个和一代有点不同啊 一代它有那种 这个一次射两颗豌豆的这个豌豆 现在来看就是 只能射一颗 但是呢 可以机枪扫射 不知道二代有没有一下 可以涂两颗豌豆的这个豌豆啊 我就来一个 它那僵尸的声音可是真可怕 这游戏看来不能晚上玩啊 不过应该也无所谓啊 它设计的角色 其实看起来挺可爱的啊 就叫声惨一点啊 哦 这是什么呢 我看 让我点这个叶子吗 我试试啊 把叶子收过来 可以继续扫射 原来如此 那明白了 这个功能不错 这个功能是一代没有的 二代独创啊 非常好 咱们可以活用一下试试看啊 它默认的给我摆了一颗小豌豆 那太好了 好 咱们赶紧摆向日葵 速度制胜啊 哦 好像我听到僵尸的叫声啊 它从上面来的 那么赶紧咱们来颗定时炸弹 这样炸掉它 因为咱们没有钱生产碗豆嘛 对不对 咱们赶紧生产向日葵啊 希望它第二名僵尸 从中间过来啊 好 咱们赶紧接着生产向日葵 前期的太阳表慢 咱们摆碗豆 前期这碗豆啊 就是赌嘛 这个敌人从哪个方向来 如果赌错的话呢 就摆一颗定时炸弹 也是很简单啊 哇 好 炸着一下 我这耳朵一震啊 好 咱们收掉 哇 声音调小一点 我的音响可能声音有点大啊 一爆炸 吓我一跳 我以为地震了呢 哦 来了这个叶子 我得收一下啊 好 刚刚点了两下 没有点到啊 这个铁桶僵尸 看着挺厉害的啊 几乎都没有费血 不过还好 我的定时炸弹已经出来了 这定时炸弹就非常好 不过你多厉害 一下给你炸掉啊 好 咱们赶紧生产碗豆 咱们每一排 生产三个碗豆的话呢 是最安全啊 不管谁 咱们都能够对付得了 哇 这个法老又举着那个 吸太阳的那个权杖来了啊 咱们赶紧在他吸之前 咱们把它收过来 好 收过来了 这还有个叶子吧 收掉啊 OK OK 咱们基本的防复阵星已经成立 这局应该是不成问题啊 如果不出大意外的话 好 咱们接着摆碗豆啊 三扛碗豆是最保险 哦 这个叶子赶紧设计 我刚看到 叶子我收不了 是因为我的这个 下面的满了 最多只能收集三个叶子 哦 最后一轮攻击 我看啊 哦 咱们有叶子扫射 那没问题 哪轮 哪行这个僵尸多 咱们就扫射哪行啊 哇 天哪 这扫射够厉害的 它一个嘴涂得了这么多吗 真行 这叶子我收到啊 有意思 这个有意思 这是我获得什么 这个图案在一代里面也有 它是那个 投掷器 它可以扔这个 扔蔬菜 扔圆白菜好像是啊 原来它有这个 可以扔圆白菜 它可以就是说 跳过这些个什么障碍物啊 直接扔过去 二代里面看来也有这个东西啊 好 咱们点一下这个试一下 这两个人说什么话呢 我看啊 这些都是武器的种类 哇 后面还有这么多都没有解锁呢 看来二代比一代又强了很多很多 一代就很有意思 二代看来又非常的丰富啊 我看这写什么 有新的任务可用啊 咱们试一下这个新的任务吧 好像可以有新的任务啊 这是什么意思 解锁一个Bloom Lange 咱们play 咱们试一下啊 啊 又是金字塔 这俩人说的话都是 不是英语啊 听不懂他说什么 江氏语 他想我按这个加号 哦 花一千块钱买一个叶子 好像是 啊 我知道了 这个二代他可能要收费了 所以呢 他用这种方式进行收费 你可以买一些个道具 可能是用真钱 然后买一些个道具 原来如此 我觉得这个社会方式很合理啊 他总比卖这个游戏 花的钱要好一些 因为你可以玩一下嘛 你觉得不好的话 你就不去买这个游戏 不就不去花钱 如果你觉得好呢 你就买些道具继续玩下去 我觉得这个盈利模式非常的合理啊 好 咱们只能摆炸弹了 咱们没法摆碗豆 这局开始呢 他在这个行走的这个轨道上 有几个墓碑 那么咱们得需要打掉这些个墓碑才行啊 否则的话 咱们没法这个打到僵尸 所以呢 咱们摆在这个有墓碑的这行 打掉墓碑啊 其实这种游戏吧 作为这个游戏场上来说 它非常容易调难度 比如说它让这个僵尸的行走速度快一些 让你这个向日葵 补钱的速度慢一些 它可以随便的调 而玩家呢 反正 在这种方面玩家是很被动的嘛 对不对 不过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如果这个游戏设计太难的话呢 玩家可能也就不玩了 会失去一部分的一个用户 这真是一个这个 坏了 我有一个太阳被那个家不给吸走了 这真的就是一个这个平衡问题 是这个游戏公司和这个玩家平衡问题 优优公司呢 怎么赚钱 而且呢 还不失去玩家 这个真的是一门学问 所以在我们这个软件领域呢 都有这么一个叫做AB test 叫做AB测试 就是同样一个方案 我们呢 给出两个方案 然后呢 针对不同用户实施 然后呢 看哪个效果好 不过这个说远了 咱不说这个 咱还接着打这个 僵尸啊 我看啊 对对对 咱给他一梭子啊 咱又获得了一个树叶 这个树叶难道就能打一梭子 这板斗吗 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这一看起来应该也不难 我呢 基本的防守阵型也已经确立好了啊 它的僵尸看起来都没有太强了 太强可能就是那个 举着相尔葵的那个啊 不过那应该也不强 好 然后我赶紧再放一颗 这个投掷的圆白菜 但是这个圆白菜的工具 给是不是 它怎么冲过来的 看来我得扫射一下了吧 我看啊 扫射一下 我刚注意到 好吗 我下面这个僵尸的 就冲到我的跟前了 还有最重的一轴攻击 来吧 咱们还能做三次扫射啊 所以咱们不怕 这还有一个架着龙卷风过来的啊 咱们把它扫掉 然后我看看哪轮强 我先把叶子收掉啊 第二行应该确实强一些 第二行我这扫射完之后 居然还没有打掉它 哇 这真强了啊 不过没有关系 它其他的行的 应该都已经解决掉了 就这第二行了 咱们再一缩子 好 这就应该也拿下啊 这得到一个什么菜这是 这是什么蔬菜 头发长得有点意思啊 不过它这175块钱的 有点贵啊 现在看起来 这个二代比一代 多了好多的道具 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一款游戏啊 我打一打试试看啊 最近在电车上呢 打这个海岛比较多 不过这个游戏看了出来之后呢 在这个海岛补兵的时候呢 可以打一打这个 不过呢 有时在电车上玩游戏啊 总是这个做过斩挺烦人的啊 好 那么这个视频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观众 先把视频其他的内容 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